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部恐怖电影《神秘洞穴》 故事开头 苏珊带着两个儿子子滩和卢卡斯 搬来了一个幽静的小镇 丹很不喜欢这里 弟弟则相反 三人开始搬家时 丹被邻居朱莉给迷住了 夜晚丹在楼上偷偷画朱莉时 弟弟去到一个漆黑的地下室 感觉气氛很诡异 便吓跑了 第二天 弟弟看到丹在偷看朱莉 想帮丹认识朱莉 两人打闹的时候 无意间发现了一个被锁住的地道 两兄弟产生了兴趣 打开发现是一个洞 弟弟倒了一堆钉子下去 没有声音 又掉了一个手电筒下去 感觉被什么东西拉住 拉上来一看 手电筒不见了 朱莉也来了 丹掉了一个录像机下去 随后拿回家看 发现洞里有东西 此时苏珊刚好回家 丹阻止弟弟把洞的事情告诉妈妈 一天苏珊要去工作 便把丹叫回来陪弟弟 弟弟发现床上有个恐怖的小丑 以为是丹的恶作剧 他把小丑放到丹的房间 朱莉在厕所听到哭声 低头发现地上有血迹 此时灯突然灭了 门也被锁了 一个小女孩从丹间走出 快走到朱莉面前时 朱莉的同学打开门和灯 他急忙的跑出去 另一边弟弟来到杂货间 看到那个小丑 那个小丑竟然一直看着他 丹刚好回家 他向丹叙述了发生的事情 丹安问了他 并拉着他到地下室 发现并没有小丑 但有个小女孩坐着 眼睛流血 嘴里说着自己不想死 两个人看着他走出杂货间 搁了出去 但是并没有看到他 于是他们去询问朱莉 三个人看个小女孩进了洞 于是在杂货间蹲守 但没有结果 他们决定把盖子锁起来 但是没有找到锁 就拿大箱子压在上面 第二天朱莉又来到他们家 发现上面的大箱子被挪开 他很惊恐的急忙把盖子钉起来 随后朱莉带他们来到了一个工厂 找到援助户卡尔 告诉他锁被打开 卡尔很惊慌的质问他们 为什么打开 胡言乱语后便把他们赶走 他们带着疑惑各回各家 晚上苏珊告诉他们自己要出差 弟弟想告诉妈妈动的事情 但丹却阻止了他 晚上盖子上的钉子被顶起来 卡尔在画画时 灯泡开始自己破裂 全破最后 黑暗中响起卡尔的哀嚎声 但找到卡尔没有找到 拿走了他的画册 告诉了朱莉这件事 朱莉叫他不要在意 随后带着他们去游泳 但在水下看到 岸上有个人影 和朱莉追过去 发现了一大堆脚印 弟弟被一个东西拉下水 两人赶回来救他 弟弟说看到小丑抓住他的脚 但决定看到他的腿上有个抓印 和卡尔的画色上的一模一样 他把所有画丝下来 拼接时听到口哨声 走到厨房 发现一封信 写着你好儿子 晚上一个人从杂货间走出来 但叫醒弟弟 弟弟出去看到一个警察 警察给了他一张照片 上面是小女孩 警察转身时脑子露出来了 弟弟吓得跑回去时撞箭单 但和他一起去杂货间 他们看到警察转回洞里 另一边 朱莉被小女孩叫醒 小女孩向他求救 他跑出来后遇到两兄弟 朱莉坦白 那个小女孩是他的好朋友安妮 小时候他导致小女孩不小心摔死 说完狂奔 但追上去后 看他往高台上爬 他爬到顶 看到小女孩 也就是安妮 他向安妮道歉 安妮拉着他跳下去 并责怪朱莉没救他 同时害死了警察 朱莉一直道歉 感动了安妮 于是他走了 另一边 弟弟听到丹的声音 拿着杂货间 看到小丑 小丑跳上他的头打他 一番争斗后 小丑被毁掉 丹和朱莉赶来 一番思索后 丹说 那个洞会把害怕的东西放出来 于是两个人去朱莉家住 丹和朱莉拼图 拼完后 呈现一个男人在抓小孩 丹急忙撞去 发现弟弟不见了 他向朱莉解释 那男人是他们的父亲后 他进一栋找弟弟 弟弟被关在一栋楼里 身后有一个巨大的鬼影 他扒到楼里 看到自己以前的家 他在衣柜里找弟弟 两个人躲在里面 那个男人在外面砸东西 一阵烟吹进来 但让弟弟往高处爬 自己却被爸爸拉走 他和弟弟对质 爸爸拿皮带想抽他 他说其实他怕的事物是爸爸 爸爸怕一个人生活 才来找他们 这时房子开始崩塌 他从洞里出来 妈妈回到家了 问他们在干什么 然后打开盖子 发现洞已经被填上 于是妈妈叫他们去外面玩球 弟弟问妈妈 有没有什么怕的东西 妈妈说他小时候 怕床底下有怪物 盖子又被冲开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他们在盖子自动打开 和关上的过程中 也向自己犯过的错事赎罪了 但只要人心里害怕存在 那个洞的盖子 就会一直有机会打开 好了 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